这是下面是荷花 上面是鸳鸯 这是首先用木炭条 把大概的位置勾一下 然后画这个鸳鸯 小笔调浓墨 画他的眼睛 画他的头 刮下去 另一个鸳鸯 它的腮红 这里是红颜色的毛 但是我们先用黑色的去把它画起来 然后再用这个朱砂再画 这是红颜色 这是 不要画得太平了 稍稍有一点弧线 调一个中等目色 比干一点 画它的背 色风 干干的笔 要留一些白 调龙墨 笔筋调龙墨 还是干在这个笔 笔筋调龙墨 然后画它的胸 是 然后再调淡漠 把它的飞 后面的 车锋 干笔才画成这个羽毛 弧线 干干的笔 不要太湿 这是微波的羽毛 这是飞鱼 然后再用浓木给它干一干 这是前面一个干一下 我们调中的模式 把后面一个 首先画它的 头 好 两个头差不多大小 三个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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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个 三个 三个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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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个头